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六 今天我们来种蒜 现在正是种蒜的好时候 现在种的话过年的时候就有蒜汁了 先开好一行一行 先用水把它浇湿了 朋友们 没有见过这个蒜是怎么样种的 这个蒜种我们首先要泡水 今天早上泡的大概有四五个小时的吧 先让它湿透吸水 然后就这样把它种下去 种这个蒜你一定要分好 这一块要朝下 因为蒜苗它是从上面长出来的 就像这种小的呢 我们就两颗种在一起 因为呢小颗的话它可能成果率不高 所以呢 种两个呢 种两个呢 成果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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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什么一片 那边 人家的酒 好了 这一块呢 就已经全部种完了 种下以后呢 每天要挑水过来浇 这个呢 是前两天种下的葱 现在呢 已经长出来了 这葱呢 都长出来了 这个是发酵过的鸡份 已经干了 晒干了 好了 好了 现在也够了 小伙伴们 你们那边是 怎样种这个蒜的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 给我们留言 这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帮忙点个关注 上期再见啦 谢谢大家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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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观看